去年超中税额4500亿 扣除补充劳保健保基金缺口等 剩下的1800亿元 其中一部分闲任院决定与民共享 闲任长苏仁昌昨天视察国际报告检疫史 宣布了相关的决策 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跟全民共享 用花现金的方式 但这要有法源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 不过到底民众能够拿到多少 根据本报报道 服院初步规划 与每人发放现金6000元 虽然昌今日受访时也证实此项规划 不过年前要拿到恐怕作业时间来不及 这次可能将由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 立法院通过后再编列特别预算送交立院审查 最快可能要等到2月底3月初才能入账 而发放了现金将采用汇款的方式 届时也需要民众提供账户资讯 服院方人士表示 作业时间缘故3月发放的可能性比较高 对此民主党立委林楚音就整理出各国发放现金的案例 美国以支票直接存入全民户头 日本以现金发放各家户 香港则是发放电子消费券等 他强调能简单就避免复杂 认为现金入户是最理想的方法 而这次是政府第一次现金发放 他认为应该给行政团队一些实践规划周全 但政院也需把握时间来向国人说明程序 不过现金发放的对象是不是应该要排复民众看法两极 也有人认为应该只发给有纳税的人 中心院新科院长叶俊贤认为 税收是公共财是全民共有 不该区分有没有缴税 没有纳税的人平时也会有消费贡献国家经济 相关规划还是要从全民角度思考 而副院长王健全则认为 不发现金需要有完整配套 例如发放数位券鼓励民众进修数位转型课程等 也要鼓励多消费 让这笔钱发挥最大效益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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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